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八十四季 黄袍道士微微白首 由衷地说道 张大师 你言重了 我在这场战斗里面所做的贡献是威获其威的 即便我再如何 可若没有您两位 我也早就被灭了 正因为您两位舍生忘死的做法 让我心中动容 我这才活出命来啊 说到这里 黄袍道士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惭愧了 张大师 您今天助我突破到了入道境 我也算是真正的成为了悬门中人 您放心吧 我以后做事 也一定都能对得起悬门中人这四个字了 随后 黄袍道士又是满脸真挚地看向张凡 张凡妄想地微微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他不是一个爱说教的人 也不是一个会说教的人 他不想说教谁 他只知道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 别人说什么也没用 一切皆有因果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老大 给我们三个找个地方休息 你妈已经没事了 只要好好休息啊 都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就可以了 谢谢张大师 谢谢欧大师 谢谢锦维大师了 老大也是连连道谢 你三位就在我家最干净的房间里面休息 我让我媳妇啊 带你们过去 诶 别了 我知道那是你女儿的房间 我们这身上脏兮兮的 把你女儿的房间都给弄脏了 更何况你女儿已经回来了 我们祝你和你媳妇那间 你们两个找个地方凑合一宿吧 没事啊 哼 就这么定了 你们啊 什么都别说了 见张凡如此坚决 老大和她女儿唐菲尔也都没有坚持了 老大媳妇带着张凡三人到了他们家里 而老大却并没有走 而是留了下来照顾老二 毕竟是血浓于水嘛 老二一把抱住老大 失声痛哭 哥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啊 老大拍了拍老二的肩膀 说道 你对不起我倒是没什么 但是你不能对不起别人 哥 我知道错了 明天我就去给那两位救了咱们全家的大师赔礼道谢 我 我请求他们原谅 那你媳妇的事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张凡临去老大家里之前 已经把老二媳妇的情况跟他们两人说了 之前 那吊死鬼只是集聚在老二媳妇的体内 并没有祸害过老二媳妇 因为那吊死鬼和老二媳妇有着同样的遭遇 他是非常同情老二媳妇的 也不忍心伤害他 所以老二媳妇没什么大事 只不过是鹦鹉上身 昏居而已 老二看了眼躺在地上的媳妇 喃喃道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老大沉默了一会儿 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哎 或许是妈错了 或许啊 是我们错了 如果不是他们一家人戴着有色眼镜看老二的媳妇 老二媳妇她也会是一个孝顺的儿媳 不会勾结着吊死鬼来坑海婆婆的 更加不会为了报复他们家人 给她兄弟戴绿帽子 更不会成为周围这十里八村有名的当父了 哥 那依你的意思 我如果还想跟我媳妇过 你同意 老大闻言 看了看 躺在地上的老二媳妇 又看了眼老二的儿子 你怎么样 我都不会反对 我都会支持你 老二感激地看了老大一眼 而后抱住老大 重重地拍了拍老大的后背 张凡三人回到老大家里 老大媳妇给三人铺上了崭新的被褥 三人洗漱了一番 张凡用蒸气为欧阳老头聊完了伤 三个人便坐在炕上闲聊起来 欧阳老头啊 你打算在这里住些日子吗 不了 明天就走 我明天走 你没必要啊 你应该和你的老亲人续续旧的 哎呀 续什么旧啊 那都是王室了 过去的就让他都过去吧 哎 我怕把那段美好的回忆给打碎呀 张凡看了一眼欧阳老头 无奈地摇摇头 他大概也能猜到欧阳老头为何不再见老太太 老太太在老二媳妇的身上做得有些刻薄了 在欧阳老头心里 当年和他谈恋爱的老太太才是最美的 他怕呀 通过这次的接触 老太太的变化 让那一段美好的回忆彻底消失 随后三人又继续闲聊了一些别的话题 通过介绍得知 那黄袍道士名为范正 家里这里不远 平常就是做一些处理简单邪碎的事 之前靠着他那微薄的道法 也解决过不少事 但是有几件事情就全是靠骗的 因为那邪碎太强了 他也根本不是对手 他全部都跟张凡 还有欧阳老头坦白交代了 而且在两人面前发了誓 说是以后再也不会骗人 张凡和欧阳老头相识笑了笑 而后边各自钻进了各自的被窝里 第二天一早 张凡三人早早醒来 经过一晚的休息 三人的脸色也都是好了不少 三人起来的时候 老大媳妇早已做好了丰盛的早餐 老大和媳妇还有他们的女儿唐菲尔 在圆桌旁边坐着等待三人到来 三人坐下之后 老大便热情地招呼 三位大师啊 都是一些家常便饭 您三位啊就将就一下吧 这可不是将就啊 这很好了 又是香醇鸡蛋 又是豆腐的 欧阳老头摆了摆手 老大看向三人笑了笑 而后总包里面拿出三个信封来 放在三人面前 诚恳地说道 这是一点心意 还请三位大师收下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庄稼汉 也没什么本事 我女儿还要上学 希望三位不要先手啊 范正见了 直接便把信封给退了回来 肝笑道 哎 蜈蚣不受禄 他的骗术被张凡当场揭穿了 表情自然是不自然的 算了 老大 我这次过来啊 是还欧阳老头人情的 这钱我就不拿了 留着给唐菲尔上学吧 张凡说罢 又说道 不过呀 你这香醇鸡蛋 都是挺好吃啊 好吃就多吃 哈哈 老大媳妇鸡芒接了一声 把那香醇鸡蛋 故意地往张凡的面前推了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